《偷食總司令》 歡迎大家在末日之前都收看這個《偷食總司令》 喂,先脫下地風蠟 今天我是教這個《男人的浪漫》 《豆腐火腩飯》的煮法 為什麼要放它在這裡呢? 因為你們知道我的影片沒有女生就沒有人看 會暴動,不放女生 所以我只會放你在這裡 你不要幫忙,不要說話 不要問問題 OK? 師傅,我想問《豆腐火腩飯》有什麼材料? 問得好 《豆腐火腩飯》顧名思義是有豆腐和火腩 還有一點蔥 我會用這些調味料 油、醬油、鹽、糖、蒜頭和生粉 首先呢 我會用慢火調小小火 用小小火,我會不斷爆一點蒜子 剛才你看到 油不用加太多 因為那些火腩本身有油 我現在慢慢呢 起起鍋 用蒜子 那蒜子怎麼做呢? 很簡單 蒜頭一粒粒撕出來 拍一拍它一磨就完成了 小心,蒜頭和蒜子這些東西很容易焦 所以千萬不要用慢火 聽到少少炸牙聲了 看到呢 另外有蔥 但是生蔥熟蒜 先放蒜 蔥我最後才放 我還有另外一個習慣 就是我喜歡在爆炸的時候 加粗鹽 少少 這個是我自己的習慣 因為鹽爆炸也是比較香 那我轉頭就不放了 因為火腩本身有油 好,有些香味的時候可以加火腩 好,記住火腩呢 是不用找些最美的那些 你最好找昨晚吃剩的那些就可以了 一九九吃剩的那些就可以了 不要緊,我全部加了 好,我自己因為燒肉來說是鹹一點 所以我爆燒肉 我喜歡加一點點糖 小焦好,有人不要騰 這麼多嗎 因為我盲的嘛 所以一下子搓了下去 待會你吃的 記得千萬不要加太多糖 半茶匙 因為所有的飲食節目 是煮完之後 是不用吃的 其實它的樣子好看就可以了 你以為好吃就可以了 然後吃那個要裝 對,吃那個就要裝好吃了 安德專和宋之靈那些 那些就要裝好吃了 你一會兒也要裝好 OK 好,爆到差不多的時候 油已經出了 是不是出了 會不會像熟 開始 好熟 好熟 好,它本身是熟的 好,接著就要加豆腐了 豆腐呢 我們買豆腐的時候 就買這些炸豆腐 不要買那些就這樣一塊白豆腐 一放下去就立即煮散了 好,豆腐切到好像一塊燒肉 差不多的大小 放下去 好,這樣呢 很乾的嘛 那這個時候怎樣 當然是打個墊 普通我們打個墊 最簡單的 豉油、豆粉、糖、水 那就已經搞定了 拌勻它 那其實呢 還可以多加一點點蠔油 都可以的 我喜歡加蠔油 不過今天我沒有放蠔油 就這樣先吧 放一點點水 然後呢 就拌勻它 香不香? 真的香嗎? 真的香的 真的香的 看你罵我兩句之後 你說話又有說服力了 好 然後呢 拌勻了之後 我們呢 調回小火 焗一焗 那我想呢 大概焗它 三至五分鐘 記得小火 不是這樣焗會黏底和焦 經過三至五分鐘 其實呢 就已經 做了一堆了 這個時候呢 就最後 放一點點 我一早切好的蔥段 一段段 蔥段又好咬口一點 是不是? 如果不喜歡蔥段的 蔥粒都可以 蔥花都可以 不過我自己喜歡蔥段 因為可以當作菜食 這樣 好 倒進去 那為什麼無端端 今天我要煮豆腐火腩飯呢? 唉 就是一個 謀利 無端端打電話來 叫外賣 說要吃豆腐火腩飯 那我唯有做 時間關係 我已經做好了兩個 好開心 講時間關係 好像 好像是真的 那些烹飪節目 你成功了 時間關係已經做了兩個 這個是第三個 好!送外賣 你幫我洗好 外賣車過來 三個豆腐火腩飯 三個我買兩個 有一個我自己吃的 三百元 你吃的 都要我 我給錢 不要這麼計較 我送這些青島給你 我送這些青島給你 我送到我的 大哥 都說不要這麼計較 你吃飯吃飯吃飯 吃飯吃飯 三百元 但是 黃先生 你為什麼要叫外賣吃飯 很兜嗎 我常常吃外賣 沒有錢 沒有時間 就吃外賣 你這些錢 我當然有錢 這些錢 拍劇 拍劇要花錢嗎 香港有個台 他不花錢 拿歌台給我 在自己的廠 公園 樓下 就拍完了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有些認真 看我的樣子有多認真 還是我們有些認真 你做什麼 你拍實景這麼蠢嗎 你 我的樣子蠢 我們那些 我不夠淡 就在這裡 那就是了 回答你的 那為什麼這麼多飯 不叫你 你都要叫豆腐火腩飯 搞像我去煮 給我看高燈的 我當然有看高燈 早上才被人罵 豆腐火腩飯 男人的浪漫 我們這些男人 追求的就是 浪漫 行了 明白了 那美琪BB 你公司的牌子搞得怎麼樣 我都想知道 等了個5號都還沒發 再不發 等你養 這麼便宜 好 我是經理人 你想養他的磅水 你簽了多久 十年 你簽了他十年 是啊 他要簽了三年 我們就好像那個電材一樣 簽了十年 哦 那 那可不可以什麼 折衷一點 不是 折衷一點 你開一部電影 等我和他一起拍 你夠錢 多少錢 我們現在一集一百萬 你想拍幾集吧 二十集到二千萬 啊 我的身家只能拍到兩套 兩套 這麼厲害啊 哇 那來吧 朱雀 來來來來 大家拭目以待 給個Cose這邊 不要給這邊 對 然後 整個圈 這樣 好了 可以 他 你 可以 我來 你 我來 你 我來 你 你 我來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